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市议员施伟正的感动及感谢 因为我们每年福人社都会有一个服务计划案 因为我原本就是学那个发型美容设计的 所以才想说透过这一个所谓的技术 所以号召了设计师跟我们福人社做结合 才会有这次的活动行程这样子 那为什么你还别学在基隆与点栏目 因为刚好我的丈夫 学校村学生 对 尊卷才会有这次的 对 长者一检活动 其实我们基隆是一个可爱又很有爱的一个城市 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么样的青年才军 这么有能力的一个议长 这么挺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感谢三千工 让我们可以在中山区 然后在这么漂亮的一个港区 看到这么样的美景 然后发挥这么样淋漓尽致的爱 谢谢我们议长 真的真的 也帮我们加冕两句 加冕两句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顺哥 他虽然是我兄弟 但是我们落差大概有二十岁 我小时候都看他铁丝玉林桶长大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顺哥 带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志愿来 因为他的太太 也是我们大屯战俘人社的社长 本身也是非常优秀的设计师 能够把自己的专长带来我们西岸三层 来服务我们的长辈 服务我们的弱势好朋友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义举 那当然也特别谢谢顺哥的好朋友 林国昌董事长 也特别提供我们这个样子的场地 那我想让大家可以看见基隆的美 然后让基隆的这个友善 依据的城市可以展现出来 我想非常的感动 那因为顺哥是我们基隆 非常非常具有价值的一个观光资源 所以希望顺哥可以长长回来 我用资源来形容他 就知道他有多厉害 然后他的能量 我想可以带给基隆 能见度可以更高 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美景 也看到我们的爱情 希望我们顺哥可以长长回来 好 为了基隆 我们一起努力 好 一起努力 谢谢 本身是专业时尚彩妆师出身的 大屯山扶仁社长陈渝 以家人乱乱行步另外一个角色 和基隆的老公许孝顺 回到家乡办理易捡回馈乡亲 也希望鼓励长者们勇于走出家门 从拾自信 好好爱自己 在等你来看 昨天一早一辆货车疑似们没有关好 结果好几百箱的啤酒通通掉了出来 堆得如一座小山 市府第一时间是成立了紧急应变小组 加派警力疏导 同时也请客运业者 从国家星辰加发临时区间车 疏解通勤人潮 大马路上出现满地的啤酒罐 还堆成一座小山 但一旁的车辆完全不能动 一旁公车站的通勤族就快要迟到 我有提早吃 就是公车还在塞 还在塞 很久 上学迟到了吗 那怎么办 现在过不去了 迟迟等不到公车 家长牵着孩子往前跑 希望能够避开回堵的车潮 1号上午6点多 基隆安乐区接近一路上 一辆满载上万瓶啤酒的货车 一次车门没关好 一个弯道 好几百箱的啤酒就阴森掉了下来 造成交通打劫 这一堂烤热要躲 那是忙碰鱼喔 对 我们拼去 正常是我们是不能去帮忙清理 就是厂商他们是要请他们自己注意就对 那我们这边应该就是 还是会有极大排断的动作 原警赶到现场协助交通管制 先控出内车车道 稍微缓解车潮 本辖接近一路 发生这个货运车载运物品 因为行经弯道 疑似车门没有关妥 早自车上的物品散落一地 那我们警方获报之后 也立即派员到场加强交通疏导 另外也对这个驾驶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三十条 除这个新台币三千元以上 一万八千元以下罚缓 我翻车塞了差不多五十分之一小时 才到这边 好像你们有加强输运吗 还是说 加强输运就是车子全部塞在路中间 原来驾驶从新竹送货到基隆 但仪式车门没关好 让啤酒全都掉出来 正值上班时间 基隆安乐区交通大打结 市任府紧急成立应变小组 通知客运业者 从国家新城 加派驱间车因应 整体事故直到上午十点 才清理完毕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另外有一辆新二分队的消防车 在倒车路库时 疑似操作不慎 撞上路旁的后置感 还好车上的人员没有受伤 一辆消防车横在路中央 左前轮卡在路灯上 一动也不动 左侧夜板遭到挤压 严重变形 消防队员拿出三角锥 引导其他车辆通过 事发在一号中午十一点半 消防局先和分队一辆消防车 准备倒车入库 驾驶一次没控制好 左前轮和路灯杆发生差状 因为轮胎已经变形 无法正常移动 只能通知厂商前来处理 其实当时就是我们这边车挡住 那很怕影响交通 所以我们的操作 我们希望赶快把它停回去 所以操作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畅出一点 那油门刹车其实它 掌控不是很好 那这边路面其实是有点斜坡的 对 那我们车头拉过来的时候 它就是往前滑了这样子 由于新二路车流量大 消防队又刚好在新二路上 每次队员出勤返回队上 很担心车辆到车入库 会影响到后方车流 相对队员反应时间很短 也容易发生意外 那我们其实之前是有想说 看可不可以在前面那边 那个一美那边可以再设个灯号 如果没有出勤的时候可以控管 或者是我们的平台可以控管车流 让这边的操作比较顺畅 然后不会因为很倡处 怕影响到交通 然后硬撤的时候造成这样的失误 还好就是这一次 是撞到这个耗资灯 不是撞到民众这样子 对那我们的驾驶目前是没有受伤 对对对那我们详细的状况 就可能要看一下 我们车子是不是性能 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好在这起意外 消防驾驶没有受伤 也没有波及到路人 新二路车流量大 如何让消防车进出更安全 消防单位还要再研究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市议员们都很关心 这个基勇士公车年年亏损 现在又有1200跟288月票等服务措施 恐怕会加大公车处的亏损 市长谢国良在议会时强调 希望透过外部专家学者的评估规划 希望争取市公车的票价 调涨一块钱 基勇士公车年年亏损 市议员很担心 市公车一段票的票价成本 似乎可能要45块钱 现在又有1200跟288月票等服务新措施 恐怕加大公车处的亏损 从1200开始到288月票开始之后 我敢说基勇士的市公车 营运只会更困难 亏损只会更严重 这件事情要麻烦交通处处长 帮忙多注意 这个公文都是市府直接回应的 当时我们在询问1200上线之后 是否会影响我们市公车的乘车率 那时候交通处回复是说 预计会成长18% 那目前也大概已经成长5到10%的人数了 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是 市公车因为长期我们一段票的成本不明 似乎是45块 但没有公开在议会报告过 所以等同于是说 市公车长期拿不到足额的亏损补贴情况底下 我连收全票都会亏损 所以只要1200跟288 288造成的状况是 这次公路总局的评估是会成长5% 但我相信这个数字会更多 如果亏损补贴这一块 逐额的亏损补贴中央没有要给 那市公车的亏损只会更严重 也有市议员认为市公车车费计价方式要调整 对于搭市公车的民众会更好 我们现在仍然是起气战分段收费 那我们能不能够改成战术的收费 也就是说你做超过几战要刷第二次卡 这样子的计费方式 因为以这样来算的话 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算出 我们公车实际上行驶里程数 以及它的实际的收益率 而市公车没有调涨票价 继续亏损的情况下 是否要民营化 市议员也不同掉 每年都在检讨 张通龙市长任内 亏损的金额到八千多万 我们都一直要求提出改善改善改善 到了林又昌 亏损到了增加一亿 不是林又昌做的不好 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管控 福利越做越好 那根据目前全台湾也只有嘉义跟基隆 是政府在经营 那亏损的问题 每年检讨 洞是越检讨洞越大 现在累积亏损高达17亿 那总预算也加200通益而已 这样的亏损能够不正式吗 一改再改 结果洞越洞越大 我个人还是觉得长期 还是要朝向民营化去经营 那我希望谢国良市长任内 一定要针对这个问题提出具体的 民营化的可行性评估 民营化的话 这些市民好朋友 可能就自己家里面要被自己有车 不然那个山区的话 要走出来的话大概要走半天 差不多 所以这个也是说 为什么公车处我一向主张 跟我们本会的同仁看我不同 这些一民营化的话 一些路线比较好的 他才跑 民营都要才跑 那一些山区的大甘林 我们马西马东马南 U啦U引 包含软软区的中视街 软东 没人要走 那些到时候就一大堆问题就出来了 对于议员们的质询市长谢国良大巡师表示 希望透过外部专家学者的评估规划或是总体检公车处的整体状况 争取市公车票价调涨一块钱左右就好 那观影院提到的公车营运 我刚刚还是跟我们交通处在讲 就是说就是就公布了吧 我们没有什么 我们只是民意的代行者 如果民意想要知道有什么样子的政策 民众也应该知道 但是大家面对就是不能既要马而好又要马而不吃草 所以我们是很赞成 由外部委外来做一些公车营运的 不管是总体检也好规划也好等等 就是让外部因为公车处每天都已经很忙了 所以我是也倾向透过外部顾问案委办案的方式 找一些专家学者来替我们公车做个诊断 然后把我们的成本也公布出来 然后有必要的话争取一块钱左右的这个调涨公车的这个车费 看看是否可行 未来我们一起来讨论 为了发展基隆多元共荣文化 市政府11月7号将在基隆长龙会观 办理2023国际移民论坛 在暖身记者会中 市长谢国良与纵发处长林立禅 欢迎新住民移居到基隆 共同打造有爱的移居城市 这些新住民朋友都是来参与 2023国际移民论坛在基隆记者会活动的成员 分别提出了他们的观点 办这个活动就让人民更看到我们 因为我们基隆太漂亮了 我们可以变成新住民 大使来服务我们客人来到我们台湾 来到我们基隆 现在的新住民基隆也蛮多 所以很需要有人帮忙 因为目前我们姐妹有在巴多国小那边服务 我们准备开一国料理的课程 然后希望政府可以多多照顾我们 想要整理一个课程完成 就是希望介绍这边的当地的那个观光 更多地方给那个外国外国或我们新住民的更了解 这样子 像很多印尼朋友会来我们这边玩吗 会像我亲戚都会来玩 对 但是就需要一个导览 要一讲都是我 2023国际移民论坛 11月7号将在基隆长荣桂冠登场 是基隆市政府首次举办 来自于纵发处林处长的发想 将以移民来台的类型进行探讨 让大众更加认识新移民这个族群 大家知道说所谓移民都只有婚姻移民 其实移民到基隆来包括我们的留学生 国际生 我们来这边服务我们基隆的这种 就是外籍的劳工 不管是家户工还是厂工 他们都有他们的需求 需要我们来协助 不管是他们的生命健康权 还是他们的司法权 甚至他们的语言学习的 这种权益跟政策我们都希望听得到 那我认为说基隆算是一个早期发展的移民 那早期我们承担起这种移民的相关的议题 那到现代我们一样承担起北台湾 也是台湾头的移民的议题 三 二 一 请拉笑 基隆共同 共闯美好 我想新住民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说 也是我们的国民 而且他们往往付出了更多的时间 跟更多的努力来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所以我很希望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新住民 然后也鼓励未来可以让台湾 可以有更多的好的经济移民 婚姻移民 以及更多的大家来参与 所以我想今天很荣幸很开心 能够来让基隆来举办这个国际移民论坛 过去以来基隆就是有很多外来的人口 这个也是我们过去的一个特色跟文化 我们会在这个良好的文化历史基础上 继续的让基隆成为一个优质的国际移民城市 除了11月7号的2023国际移民论坛 11月18号也将在基隆文化广场 举办基隆国际移民生活节活动 打造基隆成为最有爱的移民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10月2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肺炎点求菌 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携带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炼求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哦 早点 妈 妈 妈 我去送货 是因为去银行教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哦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啊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QRQ 交易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 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算计哦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 GO 受罚醒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工期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金星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市大五轮沙滩 有玩家在警戒卸外玩力将 市府将开罚 结果就有团体也将发起乘抗活动 市长谢国良做出回应 针对有民众要到大五轮沙滩海域进行 乘抗活动 市长说他不反对也不会开罚 重点是民众的安全维护 我理解有民间的团体 因为开放水域 要来大五轮沙滩 做一些沉勤 这样子的缘由跟他们的想法 我想我是能够理解的 那当天在他们沉勤的时候 我们也会安排消防局 准备动力救生艇 来维护他们的相关的一个水上 沉勤的安全 那不过就是盗轮这个沙滩 真的是有一些风险 如果一般泳客没有注意到 很可能随时就危及到他们的生命 所以虽然开放水域 是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方向跟政策 可是我想我还是会以市民 跟观光客的生命的安全 来当作我们施政的一个考量 当天如果要做陈勤的话 我想我们是不会去处罚 因为他们并不是要细水 他们是表达他们的一个心态跟想法 这一点我觉得 台湾是民主多元的国家 我们会充分予以尊重 也会派坐身体维护他们的安全 市长谢国良进一步表示 很多游客来大五轮沙滩游玩 不了解当地的水文环境跟危险 就像我讲的这条线 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 划分的这么清楚 就像玩水的人 也有的很熟悉当地的地形 也有人根本就是第一次来玩 不晓得地形跟水象的险恶 不同的水上活动 也可能带来不同的风险 但是本府其实很清楚 就是要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 我们不想有任何人 再因为任何理由 在大五轮沙滩上 再丧失他们的生命 这一点是我们要坚守住的底线 所以我想我们会用柔性的方式 去看待这一次的陈情活动 我们也会顾及到他们的安全 至于他们的诉求 我想我们也会好好纳入考量 内部去讨论如何做会更好 可是如果你现在没有告诉民众 这条线以外是危险的 你跨越了这条线 有一天你可能会丧失你的生命 那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市政府 还是必须要有所作为 谢国良强调市府态度很清楚 就是要保障民众的生命安全 至于开放水域联盟的诉求 市府也会纳入考量 内部会进一步讨论 如何做才能更好 但市府要保护民众的想法 也希望开水联盟能够谅解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基隆新二路停车场对面的防空洞 民众周末很热闹 基隆怪奇团队自筹经费 在文化局提供的防空洞空间中 展出消失的洞 十八罗汉洞限定展览 大获好评 展出天数只有四天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这个周末参与冒险 一探这段被遗忘的故事 吸引大批民众进入山洞 参访的消失的洞 十八罗汉洞限定展览 勾勒出许多民众的回忆 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十八罗汉洞 就很怀念 就回到那个时候 对 一直看到照片 对啊 那是我博中时期的时候去 就是跟同学一起去十八罗汉洞 逛的那些场景 由在地年轻人组成的基隆怪奇团队 今年度推出消失的洞 开启消失事务所系列主题 要给基隆人美好的在地回忆 那我们这个基隆怪奇团队 它其实就是基隆在地有几个青年 我们一起组成团队 那就是在闲暇之余 我们希望可以在基隆可以做些什么 既之前我们有做实境游戏 来认识基隆之后 我们今年就是做了一个消失事务所 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 这几年基隆的变化其实很大 有些东西其实在我们不知不觉中 它就渐渐消失了 那我们就开始募集说 你发现到基隆身边有哪一些消失的东西 那就有人提到了18罗汉洞 那很多人都有共鸣 我们在网路上看到好多人提到它的时候 就会想起小时候进去好像是进去鬼屋一样 里面有会动的人偶啊 会喷火会喷水这样子 那就让我们觉得好好奇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为什么在我还没看到的时候 它就消失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挖掘那边的故事 然后找到了好多以前的老照片 然后发现那个洞里面真的比我们想象中 还要丰富 没想到在洞里面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娱乐设施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新鲜 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办一个展览 让这些可能还没来得及去看一眼的人 来认识这个地方 然后也让一些人可能都不知道它已经消失的 可以好好跟它道别 那最终我们还是想要回归到就是 对于消失这个议题 你会有什么感受 你是会想要好好跟它说再见 还是会希望它重现 重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那主要是想要聊这件事情 这基隆人专属回忆的十八罗汉洞 也吸引不少外线市 年轻人及刚定居基隆人 来解锁这神秘面纱 这个展览非常非常好玩非常有趣 就是防空洞 应该是很多基隆人都会有感觉的闲置空间 刚好就是现在趁着就是怪奇 怪奇团队他们来进驻 所以你会有 你会你会有一个机会来议会 防空洞到底长怎样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现在可能 年轻的基隆人都不知道 像我也不知道 就以前十八罗汉洞 它里面有什么 然后你可以藉由他们的展览 来体验说 消失的十八罗汉洞 到底长得怎样 解开这谜团活化山洞 再现十八罗汉洞的洞内风光 基隆冠奇团队与民众分享 这一段显为人知的故事 还有什么滋味或是 久无人烟的遗址 让你念念不忘呢 团队欢迎大家来分享 下次展出可能就是你投稿的 正在消失或可能消失的人事物哦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打赶的按钮 就能打赏 股营 打赏 可以 红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计划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从我改变 星期一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帮我处理啊 小case 首先我发现点冷气 开得太冷了 刚才的绿网标固定清醒 电池阴晓 洗衣机等等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下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不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只电炮换你LED 省电省钱又明亮 哎哟真厉害啊